今天我先給各位看一個東西 就一張圖 那我們打算跟各位可能比較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我可能最近會開始做這件事情 這是什麼事情呢? 各位稍微看一下 上面的這個東西大家認識嗎? 樂高機器人應該我們系上有 你有上過這個課嗎? 好像還沒 是還沒上過還是沒寫 有些人有修 樂高當然也可以寫程式 另外如果你用手機要去控制樂高 你可以用APP Inventor會蠻簡單的 上網站那個程式完全是用拉的 就有點像視窗 但是它的視窗更徹底 它連所有的程式都是 連if,else,for通通都是用拉的 好,那 Arduino各位可能有上過嗎? 還沒嗎? OK,那我不確定那個趙雨翔老師會不會上 那有可能喔 那如果之後沒上 搞不好我也有可能會上 那 Arduino跟 Arduino其實是一塊 在嵌入式板時 那它比樂高機器人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把 它可以讓你直接插線 插那個 就是 就是小 細細的那種小電線 然後 單心線然後把它插出來 然後呢 接上面包板之後 你可以做出你想要的電路 OK 然後 同樣的它可以做到 類似樂高的功能 但是 它可以 可以不需要買樂高的元件 因為它都是很原始的電子線路 就直接裸露在外面 OK 那你就可以買 譬如說 紅外線感這 紅外線的那個 發射頭 OK 給它套上一個套子 然後 因為那個 套上套子之後 它的發射會比較集中 集中的話 當它 偵測到反射 你再做一個 放一個偵測器 偵測到反射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噢 碰到牆壁了 沒有偵測到反射 那就是沒有碰到牆壁 那你就可以控制 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 比如說你可以偵測距離 然後你可以 你可以 讓你的 機器車 要碰到牆壁要不要轉彎 之類的 那這種東西其實 過去做起來並不容易 因為 過去要用8051 然後呢 8051又要有燒錄器 所以 這種過去做起來其實比較困難 但是自從Arduino這個開放硬體出來之後 其實 做這件事情簡單了很多 簡單了很多 所以 Arduino的難度其實跟樂高差不太多的 但是呢 Arduino寫程式會比樂高 應該難一些 因為Arduino的開發 基本上 它是一種 包裝過的C++語 包裝過的C++語 那 所以它的程式會稍微困難一點 但是也不太困難 通常就是 在某個 某個 某個 腳位 你給它寫初一 那它韓式庫都寫好 你只要呼叫那些韓式庫說 這隻腳是做輸出還是做輸入 然後呢 把它寫初一或讀進訊號 讀進的是數位的還是類比的 就這樣子做就可以 那所以 這個可以讓 你開始 建立一些 像樂高是已經做好的東西 那 開始建立一些比較 電子 電路的基礎 那再來呢 Arduino當然也寫程式 但其實 我們想做的事情是 教小學的學生 學會各位現在所學的那些東西 或許有些同學可能還沒學過 但是 我們 我會覺得 其實 其實 有一點 是很可惜的 就是像各位 這一屆應該都是 都是高教體系來的同學 就是說你們是高中生的比較多 那以往 前幾年我們通常是高職生比較多 那 我們學校本來是金門技術學院 那 在 各位來的前一年還兩年才變成金門大學 對 還是各位這一屆 前一年就變金門大學 所以 我們其實本來是技職體系的 後來變成高教體系 那 你會看到 一件事情 各位現在都是高中上來的 那 你們以往有想過說 我要念技職嗎 應該有一些同學會想過 但是不見得 也有幾位同學應該是從技職來的 對不對 推增的時候來的 那 可是 一般人的首選都是選高中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各位選高中而不選高職呢 我覺得高中考大學比較好考 對 OK 這個通常是主要的原因 好 那各位 再問一個問題 那 為什麼各位要來念大學 找工作比較好找 是不是 但是 這時候我就要問一個問題 真的嗎 你念了大學之後 找工作真的會比較好找嗎 到底有沒有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我們沒有辦法說沒有 但是我也沒有辦法說有 好 所以 我們往往為了一個 很奇特的目標 我也不確定他到底有沒有的 然後我們再努力 但如果 如果 如果拋開這樣的想法 就是說 我是為了 其實 其實 職業本來就是 就是 你可以做任何的職業吧 那 我把它 我把 學習跟職業關聯起來 這也是很正常的 可是 因為 找工作比較 好找 而使得 我必須一直延後一直延後 從 國小 然後 開始念音速裡話 其實 國小你學到幾年級 你所 你所 學會的東西 其實就已經具備 可以應付生活上所需的呢 差不多就是小四小五吧 對不對 到 像我兒子 現在兩個 一個小三 一個小四 他們其實都已經學會閱讀 也學會寫字 OK 那 那聽和說本來母語就不是問題嘛 所以 他們其實已經會聽說讀寫 當然說的是中文 OK 但是他們其實現在也有教英文 從小三開始 就有教英文 你們也是這樣嗎 差不多 OK 所以其實他們 他們英文也會一點點 大概至少二十六個字母 可能他已經認識了 OK 那剩下的可是 像我們 小的就 就 不太喜歡練書 甚至功課也都不喜歡寫 那你就會看到 欸 雖然即使是這樣 其實他 他大部分的字母也都認識 然後呢 這個時候其實 接下來你 從五年級 六年級到 國一 國二 國三 高一高二高三 你都在學什麼 你都在學什麼 對 國 國因素 理化 對不對 然後 社會 國因素理化 此地 社會 對不對 你都在學這個 但是 這些是一定要學的嗎 如果你不學五年級以後的國因素理化死地社會 對你的生活會有什麼影響 知識背景可能會不夠對不對 那你可能不瞭解一些物理化學原理 OK 那 可是 如果你今天 是從國小五年級開始 你就 開始 從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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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你的職業 做很快速的準備 怎麼樣準備呢 就是 我們希望說 到了 你國中三年 畢業之後 你已經有能力 出去工作 那 如果 我們 有這種 這種可能性的話 有這種想法 有可能這樣做的話 那 我們應該在 小五小六 和國一國二國三 教他們什麼 職場訓練對不對 那這時候他就有一個問題 他應該要確定他到底要 從事哪個 行業吧 譬如說他如果今天要做水電 那你應該去 從事 就是 國小五年級其實就可以開始 學水電了對不對 當然 五年級可能學的是一些 比較不危險的事情 比較預備性的工作 那六年級要到了國中 就可以真的開始 像我記得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人 他們 本來就沒有打算念高中的 那時候 職校還 佔百分之七十 高職佔百分之七十 高中職佔百分之三十 所以很多人其實 其實 念完國中之後就是準備 要念高職然後出去工作 更有些人是 更早 他根本不念高職 他國中畢業之後就出去 歐塞亞 就是當學徒 對 然後跟著師父 做水電啊 做機車修護啊之類的 國中 畢業 就去修機車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大家想說 這種是拍名對不對 就是黑手 那現在很多父母都不希望 小孩做歐塑 代表那個是苦命 但是 真的是這樣嗎 現在做歐塑真的比較苦命嗎 有時候我們看到的是相反 有些 黑手行業其實 其實他的收入蠻好 而且 有些人他就是喜歡做那個 那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 從國小 就開始接受這樣的訓練 然後國中 就訓練差不多了 畢業之後就可以出去了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念 高中高職 五專 二技大學 科大 然後再念碩士 然後少數的人 還會念博士 所以 我們萌生的一個想法是 我們看到很多很多的 這種狀況 而且呢 有一個特色就是 提早學會不會比較不好 我們看到的狀況是 但是往往 不會 舉個例子好了 各位的學長 黃建廷 有知道他嗎 OK 那如果你想問程式 不過他沒有什麼耐心就是了 對 那你可能不應該要問他 但是你可能要問我們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 他是什麼時候開始學程式 我上次問過他 他告訴我 小學四年級 他小學四年級開始學寫程式 那最近呢我們 我們學校來了一個破紀錄的 破紀錄的 可能會來 也可能不會來 還不確定 那 來了一個破紀錄的 幾分數 75幾分 那 我不確定他會不會來 75幾分的是誰 就我所知 應該是 黃建廷的弟弟 他不是隨便來 因為第一個 我們學校提供蠻高的獎學金 第二個 他其實很清楚自己要什麼 他要朱金武給的獎學金 而且還要參加朱金武的計畫 各位知道朱金武是誰 全世界做超導 大概就他做的最好 高溫超導 那這種是諾貝爾獎級的人物 雖然他應該還沒得諾貝爾獎 但是 你可以看到 那個很明顯的 有這樣有企圖心的人 可是 這是一種路 你一直念念到高中 然後考了好的分數 然後上大學 這是一種路 這也不是不好 都是蠻好的 可是有另外一種路啊 其實有另外一種路 我在 我在我們的 領域 就是資工和城市領域 我看到一個現象就是 很多外科系半路出家的人 出來寫城市 都非常厲害 所以各位未來出去工作 你看到那個社會系來 哲學系來的 你千萬不要輕視他 不然你會滿頭包 他們都很厲害 而這些人為什麼都那麼厲害 那相反的 我們大學資工系培養出來的人 為什麼百分之九十都不怎麼厲害 OK 這就是我在想的事情 為什麼為什麼 那我覺得有個問題 其實我們往往會覺得 那基礎要很雄厚 你才可以唸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我大學的時候我們 所使用的電腦 是沒有視窗的 而且那時候 我一年級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人用硬碟 我們用的是一個 360K的磁裂片 插進去之後開機 就可以進入DOS模式 開始寫程式 你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打字和寫程式 其他的大概都不太行做 當然那時候也有類似Excel的東西 可以做試算表 OK 那當然也可以玩電動 但是是黑白畫面的電動 那等到現在我們一開機 就上了網路 然後你用Google隨隨便便 就可以找到全世界各式各樣的技術 各樣的資料各樣的程式 那每一個人所會的 所關注的都不太一樣 那甚至我們一個科系裡面 我知不知道 比如說趙老師在做什麼 我知不知道柯老師在做什麼 其實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說OK 他大概是做這個領域 但是真正的細節呢 不知道 他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們的分工變得非常非常細 那在這種很細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不懂其他人在做什麼 那各位的課程 上了很多很多 光是我上的就不得了的多了 那你要把所有的老師 而且我們系上還算很單純 我們系上只有七個老師 現在好像八個 八個老師 然後呢 每個人 所會的那些東西 你都要學會 其實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OK 那你真的要把這些都學會嗎 那如果不需要都學會 那我們到底需要學什麼 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沒有人能夠替你解答對不對 因為你需要什麼我怎麼知道 我只知道我會什麼我交給你 我怎麼知道你需要什麼我去交給你 而且我也沒辦法 我還特別跑去學 然後交給你 不容易吧 OK 所以這時候我們看到整個 即使是資訊領域 它分得非常非常細 硬體 韌體 系統 軟體 各位現在在學的這輪課 是系統層次 系統軟體 應用軟體 網路 動畫 遊戲 人工智慧 資訊管理 每一個領域又要再分直領域 OK 硬體可以分數位的 可以分類比的 那 數位和類比又可以再繼續區分 CPU怎麼設計 記憶體怎麼設計 OK 那類比的通訊電路怎麼設計 這都是很深的東西 OK 那再來 軟體 系統軟體又分 作業系統 編譯器 主義器 虛擬器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系統程式 這一門課在上 可是 有多少人會自己真的 再去寫一個作業系統 編譯器 主義器 那每個人都需要會這個嗎 但是這些概念有沒有幫助 還是有幫助 可是 是不是每個人都要學 或者是 是不是每個資工系的人都要學 但這或許是你們跟那些 半路出家的人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你們學的 整個領域的部分 涵蓋面 比較廣 比較 比較厚 但是呢 相對的 這樣會有缺點 什麼缺點 因為我們的 研究領域跟我們的產業其實分化的非常非常細 這個其實是整個工業 越來越成熟之後就會越分化越細 那從 從那個英國的工業革命之後 就一路開始 不斷的分 不斷的分 西洋的 的學術就是 一直分一直分 分到非常細的程度 然後就一直進步 一直進步 但是這有個問題啊 分得很細 我根本不知道別人在做什麼 別人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能夠做這個職務的能力 到了另外一個職務 根本就沒用 就是說我會寫硬碟驅動程式 那我拿到動畫裡面去 我可以幹嘛 所以當它分化的這麼細的時候 沒有人能夠說 OK我到底未來一定要做什麼 就算各位現在學的再多 大概也沒有辦法應付你職場 真正的需求 你如果去寫驅動程式 我保證你在學校學的東西 沒有辦法讓你有辦法 學會寫驅動程式 那當然如果你就刻意準備好 我這輩子就是要學驅動程式 我已經非常確定了 那你可以在學校裡面學到 有網路 這件事情不是很難 好 那所以到底我們要會什麼 這個是 是我一直在想 那所以如果今天呢 各位 像各位從高中進來的時候 你進到大學職工系的時候 你一定會 感覺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我到底應該學哪些東西 那可是呢 你看到的課程 你會發現 哇 這些都是我們的課程 你四年大概會學這些吧 可是你四年學的這些其實是超級無敵多啊 我列的還沒有完全啊 超級無敵多 你去問 有哪一個老師他把這些東西 通通都搞得非常清楚 又有哪一個人他可以宣稱他把這些東西都弄得非常清楚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為什麼要先把這些通通都學好 而且當你學好之後 等到你出去工作 十年之後 你需要用上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當初學的東西已經過時 那所以即使我們四年的訓練 往往也沒有辦法訓練出 專業程度非常好的 專家或高手 沒辦法 但是你去想想那些 數學系 哲學系 社會系半路出家的人 他們是怎麼學的 他們到底是怎麼學的 我不是半路出家 但是我看到一堆人這樣子 我發現 其實他們的學法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他們的學法是這樣 他絕對不是先去學起來 他怎麼做 他就是 譬如說 我想做網站 我就開始叫網站 然後開始寫 寫網頁 然後網頁不會動 填資料要怎麼樣讓他寄起來 OK 就開始發現 原來有個東西叫Ruby on Rail 或者是PHP 或者是Node 或者是 我用Python的話 我可以用Django 我用微軟的話 我就用ASP單 然後呢 他就選了一個 至於他為什麼選了一個 很可能是 人家告訴他這個不錯 他就選了那個 然後他就開始一路做 坐坐坐坐坐 從頭到尾就只學那一套 譬如說他選了Ruby on Rail 從頭到尾就Ruby on Rail Ruby on Rail 那Ruby on Rail其實不是一個簡單的東西 他所牽涉到的背後的東西其實 會很多 然後呢 他就為了寫網站 他把這個東西學了進去之後呢 在想 欸我缺什麼 我在寫 在想 在缺什麼 我在寫 最後的結果呢 他們都學得非常棒 然後 這些人 他可能 怎麼做 他花個一年兩年 他把整個Ruby on Rail的技術 摸得非常非常熟 然後呢 人家開什麼網站給他 他說 我三天給你 好 三天他弄出一個圓形 好 接下來呢 你跟他講說 欸這個東西好像 好像這邊不好 那邊不好 這邊怪怪 那邊怪怪 他回去再想 再修 又三天 又再給你一個版本 接下來他就開始接案賺錢啦 然後呢 一邊做一邊學 那更好的方式是什麼 更好的方式是 他除了自己摸索以外 有人帶他入門 那更快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有師父 帶他入門 這些師父在哪裡 我告訴各位 像學這種東西 絕大部分都不在 都不在學校 真正的專家 都是那些使用這種東西 長期使用 一直在做的人 那些人 通常在哪裡 通常 就產業裡面 他就是以此為生的那種人 那你要跟誰學 大部分是要跟他們學 你在學校可以學到一個基礎 但是你要在深入 有困難 你要跟他們學 最終你還是要走到 走到那個職 職業上面 然後你去跟領域的專家去學 所以他們這種做法就是 單一點 直接打進去 然後用到再學 學了馬上用 這種方法其實有效 有效 好 所以各位 你在我們系上 我其實蠻建議 你除了上課以外 另一邊你要找一個東西 用這種方法去做 否則的話 你四年唸出來 你會發現我什麼都會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手法 那我們大學職工系 為什麼要教那麼多的課程 但是卻又培養不出優秀的技術人才 那我說的是技術人才 我說的不是政治人才 政治人才你可能要去問 黃金平之類的 那種其實有時候也不是培養出來的 可是我們講的是技術人才 所以職工教育到底有沒有另外一種做法 我們是不是應該學習那些半路出家的人 的訓練方式來設計職工的課程 那我們可以想一想 如果我們這樣設計的話會怎麼樣 如果有一個大學職工系 他設計的課程就是為了培養專業的程式人才 而且呢 為了要培養專業的程式人才 他就只鎖定Ruby on Rail來做 那所以他乾脆這個科系就叫Ruby on Rail科系好 簡稱ROR 然後他就培養出來都是設計網站 這樣行不行 這樣來當大學的一個科系行不行 可以 其實也沒什麼不行啊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科系叫Ruby on Rail科系的話呢 教育不可能不會讓你過 所以呢 評鑑委員一定會罵翻天 所以應該會偽裝一下 有時候我們就是需要偽裝一下 偽裝成什麼呢 說我們叫做軟體設計系 網站設計系之類的 那這樣也是有點道理啦 萬一Ruby on Rail過時的話 我們還可以換另外一個 對不對 大陸的分科比我們細 他們就有點像這樣 他們有什麼軟體設計系啊 硬體設計系啊之類的這種 會比較比我們更細 但是即使分的再細喔 也沒有辦法像 前面講的那種半路出家的人那樣 對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重新設計整個課程 你會看到我們的課程可能會長這樣 那如果我們的課程長這個樣子 那這裡就有個問題喔 那萬一各位進來的時候 你不是要學Ruby on Rail的怎麼辦 你知道我退學嗎 還是你休學還是你乾脆去外科系 選輔系或之類的 或者是乾脆轉學轉系 這領域太狹隘了會有個 會有蠻麻煩的地方對不對 那假如喔 如果這些來念的人都非常 確定自己要成為ROR專家的話 而且他們動機很強的話 那他們確實經過四年磨煉 是有可能變成這方面的頂尖人產 但是前提是 學校的老師要有能力教 現在其實是沒辦法啦 我說我只要開ROR 全部系上的老師都學ROR就好 也不太可能啊 那如果有些學生他不是想學ROR 他想做嵌入式系統那要怎麼辦 或者他想做硬體咧 對啊那就只能換系了吧 那所以一個系太狹隘也不行 可是 這個就挽回推了啊 那我們到底應該教什麼 好 這時候我們 不再是從老師的角度去想 到底應該教什麼 我先 反老還童一下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高中生 我應該怎麼 會覺得我 我想要學什麼 如果我真的很想成為 ROR的人才 那我 應該念大學嗎 我很可能不會念 為什麼 因為 大學教的很多 但是 ROR只是 大學裡面 可能會教到 可能不會教到的 一個東西 所以 我可能不會念大學 我可能會找一個 ROR的高手 然後跟他學 或者是找一間 他採用ROR的公司 然後我就直接進去說 我來當工讀生 然後開始學 對不對 這樣是最快的方式 然後一邊自學 一邊在那邊幫他工作 這是最快的方式 然後呢 我會透過自學 學整套技術之後 不斷的透過網路 跟相關 ROR的領域的人交流 我覺得這樣才是最快的方式 那你 甚至我會做一些作品 放到Github上面 Github是我們 開放原始碼的人 用來做交流程式的一個網站 那 不斷的去訓練自己 訓練多久 各位如果要下課休息 就直接下課休息 訓練多久 一般來講 我們所看到的狀況是 你通常要訓練一萬個小時 訓練一萬個小時之後 你會變那個領域的專家 一萬個小時大概要訓練多久 一天如果 一天如果 你就是當上班族 早上到 晚上 早九晚五八個小時 對不對 那 算十個小時好了 那一年呢 如果你更努力一點 算四百天 那十個小時乘以四百 就四千了嘛 四千 那你大概要兩年半 甚至三年 你會把這個東西熟練一萬個小時 這時候你就真的會變成專家 那這是一種訓練方式 但是這種訓練方式在學校行不通 我不可能教你一萬個小時的Ruby on Rail 你也不可能像我學這樣子的東西 OK 那這裡就會有一個風險 過去其實做技職 往往 技職的人啊 就是他們會覺得說 OK 很不穩定 一個原因是什麼 就是做黑手很辛苦 第二個是 有些東西 因為技術一改變 整個東西就過時 Ruby on Rail什麼時候會過時 沒有人知道 目前它看起來還OK 但是像最近PHP就覺得有點過時 PHP在幾年之前 都還是非常強的 那所以你慢慢看到 其實電腦領域的過時更快 其實電腦領域的過時更快 但是你即使它會過時 難道我們就不要學嗎 如果你不要學 你只靠大學資工系的東西 其實你根本沒辦法成為一個 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程式領域的 的人才 因為那個 你根本就沒有摸過整套的東西 那 可是萬一我學了它過時怎麼辦 沒關係 沒關係啊 其實你只要學會這個東西 它過時了 程式語言 我們假設這個世界還有程式 這個東西 還需要程式領域的專家的話 你可以馬上換 新的東西馬上 覺得這個東西過時了 馬上換一個新的 然後繼續投入 你這時候不用投入一萬個小時 你可能投入一千個小時 你就變專家 所以 就算過時了 你所學的東西 不會完全過時 你有基礎在 除非整個程式語言 就這個世界不需要Program 不需要程式設計人 不然的話 你還是不會被淘汰 但有時候技術變化會很大 大到什麼狀況呢 我記得 台大前任校長吧 前任校長李士誠 他曾經講過一個 他年輕時候的故事 什麼故事呢 就是他在大學的時候 他念的就是 就是計算機的科系 他們所使用的東西叫計算尺 計算尺 這個東西大概沒有人看過 我也沒看過了 你上YouTube應該可以找到 然後呢 結果他們用的計算尺 到後來呢 變成什麼呢 被真空管取代 真空管就可以開始做計算機了 而不是尺了 那這時候 他發現 他出國念書的時候 他所會的東西早就已經淘汰了 怎麼辦 但他說OK啊 其實我有學其他的基礎課程嘛 所以我很快可以跟上 那這也是 或許為什麼我們大學要強調基礎學科 所以各位會需要學微積分 又要學 那麼多數學 機率統計 然後 物理之類的 各位好像有學這些科吧 對不對 其實那些基礎課都很好 都是蠻有好處的 可是有好處一定有壞處 這些基礎課雖然很重要 可是在產業上面 你真的能夠把微積分拿來用的機會 有多少 很少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強調食物 強調使用的話呢 或許我可以省掉這些東西 或許我們可以不需要 花那麼多時間來學這個東西 所以在技職的方式 如果我們今天採用技職的方式 我常常用個比喻啦 你學上高中和大學其實是在蹲馬步 你在練氣功 但是呢你上技職其實是在練劍法 那劍法比較好練還氣功比較好練 氣功是也不是好練或難練的問題 而是一開始就練劍法的話比較有趣 一開始一直蹲馬步 你一定是比較沒趣 就會覺得很無聊 然後就 就啊算了我為什麼要學這個呢 對 然後就跑去玩 不是通常這樣嗎 所以當我們上課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上網啊 這很正常 那但是我們需要在教室上四年的網嗎 我們在教室上四年的網之後 我就會變成這個領域的專家嗎 剛剛我們算過其實如果這四年 我拿去做剛剛的那種訓練的話 我四年就可以變專家了 就累積一萬個小時的話 那我上四年的網 我累積的是 什麼呢 四年 當然每一個人 有些人他上網上四年之後 他突然之間他就變得很強啊 我們不能排除啦 或者是 玩了四年的 玩了四年的魔獸之後 突然他 他就決定要去報名那個 魔獸大賽嘛 然後就拿了世界冠軍回來嘛 這是我們也不能排除啊 可是 到最後的結果是 因為我們要念這麼多東西 導致我們根本就在浪費時間 我們一直在浪費時間 一直在浪費時間 一直把時間花在根本 不是我想做的事情上面 那如果我們今天不要這樣子訓練 我們應該怎麼辦 各位知道 印度的軟體產業其實很發達 對不對 那各位知道印度的大學人 大學生很多嗎 那總人數一定比我們多啦 多的多 對不對 但是比例而言 其實比我們少 非常多啊 可是印度的資訊產業的人 都是由印度的大學所培養出來的嗎 印度的軟體產業很發達嗎 印度的軟體產業的人 都是由印度的軟體產業的 軟體的科系所培養出來 或是職工科系所培養出來的嗎 絕大部分不是 那是誰培養出來的 企業嗎 企業不會去培養 但你不會就是不會我幹嘛要你 企業一定用的就是 你會了我覺得你不錯 你是我找得到 我目前找得到最好的人我才要你 當然我目前找得到 不會被別人搶走的那種 而別人如果開比我高的價 然後我又不想開那麼高的價 我就找不到啊 我就要不到人 那印度的軟體產業的培訓 跟兩個組織有關係 一個叫NIIT 一個叫Aptech NIIT和Aptech 是什麼什麼單位啊 基本上它是一個很大型 很大型規模比大學還要大的補習班 就像聚將電腦那種 或知測會的密集訓練班那種 但是它的那個補習班的規模是全球性的 它在很多個全球很多個地方都有據點 在印度的據點當然就更多 它每一個據點都比我們學校還要大 這兩個補習班 超級大補習班 為印度培養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軟體人才 他們是怎麼做的 我沒有很深入的了解 但就我所知應該是 你一上這個補習班你就是住在裡面 從早上起床就開始上課 下課了你大概也差不多要睡覺 當然他也會休息啊 但是就是它是很密集的訓練方式 那這種密集訓練方式花多久 不用很久 六個月到一年 你就很強了 然後你就可以出去找工作 去Bengalow上班了 Bengalow是印度軟體產業的 中心 就好像我們這邊的新竹科學園區一樣 那他們這種訓練方式 其實跟我們大學比起來 我覺得有它的好處 特別在軟體領域 我覺得它有非常大的好處 但是這是我們現在的教育體系 缺乏的一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各位現在在的雖然是金門大學 但是我們前身是金門基督學院 我們到底是技職還大學 只是一個名稱修改 可是事實上 你有感覺到差別嗎 我自己在這邊十年了 我們從技職變大學 我有感覺到差別嗎 唯一差別就是我們從技職師的 的就是錢是從技職師那邊來的 改成從高教師那邊來 其他的沒什麼差別 其他的沒什麼差別 那 技職跟大學在台灣已經 沒有區分 你會覺得北科大的跟你學的有點不一樣嗎 還是虎科大的跟你學的有點不一樣 基本上差不多 好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真的決定要念大學之工系的話 其實我們想要的很可能是我們想得很清楚之後 我知道說我不只想要那種很表面的東西 我想要更進一步了解很深入的東西 那我想要的不只是練建法 我還要想練內功 我才會去念大學 否則我幹嘛要花人家四倍的時間去念大學 人家一年就從NIIT出來 我要四年才會出來 而且他的能力可能還比我強 所以我們現在到底現在這種方式有沒有辦法提供那些東西 我覺得其實是我本身是蠻悲觀的啦 但是其實大學裡面沒有 可是我們現在網路其實很有用 網路上的資源有像MOC開放課程 開放岩石碼 各種社群 其實你只要去那邊學 你可以學得很好 你跟別人交流 你就可以學得很好 有問題就很快的問他們 那更快的是直接進產業去學 那是更快 但是這裡就牽涉到一點 學校到底是不是一個像工廠一樣的東西 如果說學校就像工廠一樣 他負責的就是生產人才的話 那這樣會不會有點悲哀啊 可是事實上學校又要對產出人才做負責吧 沒有人說不要 那學校通常有責任要提供你一個可以成長和學習的環境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其實不太需要學校 那這裡就有個問題 大學到底是不是職業訓練所 其實就大學的定位而言 他不是職業訓練所 對不對 那很多人覺得用大學是職業訓練所 其實是貶低了大學的價值 可是這句話雖然有道理喔 可是如果我們把大學當成高高在上的研究機構 然後去貶低技術和職業訓練的價值 這樣其實是一種刻意的誤導或誤會 好所以大學不能只是職業訓練所 他應該提供更寬廣的研究和探索空間 但是大學裡面開設職業課程有不對嗎 大學裡面教你程式設計有不對嗎 當然不會不對啊 資工系本來就一定要學程式設計啊 那大學應不應該教你 Ruby on Rail 然後把你帶到 是變ROA專家呢 這其實也沒什麼不對啊 如果學生都可以接受的話 那又有什麼不好 問題是在同一個班裡面 我把這些人訓練一萬個小時就做Ruby on Rail 大家應該也受不了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要學這個的 都是要變成這個專家的 所以在一個比較好的教育配置環境底下 我覺得其實是需要技職也需要大學 但是技職絕對不是 像我們現在的技職跟大學科大跟普通大學一樣 幾乎沒有區分 其實各位知道 美國最好的兩所理工大學 一所是麻省理工學院 MIT 另外一所是加州理工學院UCLA 這兩所理工大學是怎麼出來的 這樣MIT已經存在150年了 它是150年前 一群從德國取經回來的教育工作者 決定說他要把德國的那一套技職制度 搬回到美國成立一個學校 這是他們當初麻省理工學院之所以會創造出來的原因 這兩所好不好 非常好 你說它是技職還是大學 很少人會說它是技職 但事實上它是技職 所以MIT 為什麼叫T啊 Mistitut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它從來都沒有說它是University 像史丹佛哈佛那個是University MIT從來都沒有說它自己是University 它不是 它是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科技機構 科技機構 也就是技職 那加州理工學院現在其實好像已經叫大學了 所以叫UCLA 但是其實它也是技職 所以我其實一直覺得我們的社會太一元化了 沒有很多元 它沒有辦法容許各式各樣的教育模式 然後沒有辦法讓學習的人 可以根據自己的性向和志趣去選擇他要的學習環境 那如果大家都朝著看起來比較高級的大學去擠 到最後大學所培養出來的人 價值會越來越低 而且學起來會沒有去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我們的技職教育 雖然感覺好像已經被大學化了 而且其他的部分都摧毀 它只剩下高級還在 可是呢 像二專喔 二專我昨天去查的結果 已經沒有二專了啦 至少在電子資訊領域已經沒有二專了 五專還有 二專幾乎已經消失了 那所以像這個技訊網裡面 我們去看二專的時候你會發現 喔 這裡 OK 它招收的幾乎都是四季啊 都是四季 或者是大學 沒有二專 OK 四季或大學 所以二專在我們的領域其實已經消失了 好 那所以我們的技職其實已經高教化了喔 所以技職和大學就是科大和大學之間其實同質性非常高 沒有什麼區分 而且教科大的老師也都跟我們一樣 教科大的可能是台大畢業的 青大畢業的 或國外回來的 都是一樣的 那 這裡會碰到一些問題喔 各位知道最近有幾個學校倒閉了 有聽過嗎 高鳳 高鳳是第一個倒閉的 再來是永達 永達應該也算倒了 連薪水都發不出來的學校 所以 未來這個情況會更嚴重 會更嚴重 我們學校是國立的 那通常教育部不會放著讓我們倒才對 但是也不能保證啦 不能保證 那所以 其實我覺得 同質性太高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這是非常不好 好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採取像印度的NIT這種模式 把技職變成短期班 密集訓練班 密集訓練班 可是NIT其實是一個補習班啊 它是一個公司耶 它是營利單位 把技職變這樣 那同學一定不要為什麼 因為很貴 你可能一年要繳20萬 40萬 但是呢 沒有得到政府的補助 因為各位念大學 其實每個人 政府都補助了很多錢 所以 如果沒有政府的補助的話 那 NIT和AppTech在台灣 恐怕也不容易生存 那 也沒有人 當然有錢的人可以啦 那 比較窮的應該沒辦法 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電子資訊業其實也在走下波 然後呢 學校也正在面臨崩潰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 退出電子資訊產業 也不要再訓練這邊的人 那我們系上不就關了算 也不可能吧 對不對 那我覺得剛好相反 其實 有時候 你看很不好 其實 那是短期喔 那長期怎麼樣 還不知道 那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台灣電子資訊產業其實 過去幾十年來 它培養出了很多很多的人 這些人 他們呢 現在 現在其實還蠻有意願 投入教育 這些人是哪些人 他們都在公司已經做過十年二十年 他們對生產 整個產業的賣動和生產的過程非常清楚 技術非常非常了解的 但這些人 因為 電子產業 往下走 他會被釋放出來 如果可以善用這些人的話 會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 我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 我們可以把技職 整個改變過來 大家 大家印象中 技職是黑手 技職不好 技職比較沒有競爭力 技職就是考不上高中的 這種印象 有沒有辦法扭轉過來 那最近我們在看到 有一些單位 他們 他們做了 我覺得很棒的事情 像這個 Faberlab Taipei 你可以看到這是什麼地方 他的首頁裡面就是一堆楼袋吧 然後呢 3D印表 對不對 切割了 OK 模具 工具 車床 顯床之類的這種東西 這是什麼地方啊 這是 我印象中應該是這個名字吧 我看一下有沒有錯 Yeah 沒找到 我可能記錯了 打一下 Faberlab Taipei 那這邊 那這邊 紅 瑤太偶 我剛好把它弄相反 好 它成立了一個 一個 一個 私人的實驗室 這種其實不叫實驗室 這個叫Faberlab 就是 它裡面有各式各樣的工具機 有各式各樣的零件 而且 而且有人 十八班五億樣樣拒絕 你去到那邊 有些要付費 有些不用 像 這個 這個 我很想把它引進到金門 來 金門 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這是非常非常棒的東西 好 好 那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希望 而且Faberlab不止這些喔 還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做 那我就在想 其實技職不就是應該是這個東西嗎 技職要培養的是什麼 要培養的是Maker 會動手做的人 不是理論很強的人 而是會動手做的人 不是書念的很多人 而是他東西做得出來的人 技職應該培養的是這種 那最近有一個叫做Maker 就是製造者 自己動手做的人 那這個慢慢的 因為像Arduino 因為 因為這種 硬體的工具 3D音錶機之類的 慢慢的Maker變成一種 一種新時代的 的 的先驅啊 所以 如果我們可以用一系列的課程 其實這些課程很多我都還不會 所以我基本上不可能教 但是 其實系上有其他老師會 大家合起來是有可能做 譬如說 電子的李金濤老師啊 我們系上陳正德老師啊 或者是 趙雨翔老師 合起來其實這一整套大概都有人會 OK 那我們就可以 可以 就可以做出一個Faber Lab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做中學 學中做的方式來培養 人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 這個是興趣的 這不能逼的 這逼了就沒有意義了 是興趣的 從裡面學 那我覺得 心理代技職要培養的就是這個Maker 那 如果我們要培養Maker 我們有沒有辦法 因為技職通常會比 比 一般的教育更早 出社會 我們有沒有辦法把這件事情提前 那以剛剛講的 我們如果 需要念大學嗎 還是我們只要接受專科教育就夠了 念完五專就出去 還是我乾脆只要念完高職就可以出去了 或者是 我根本不要念高職 我念完國中就出去了 甚至 我連國中都不要念 我小學畢業就出去了咧 這不是沒有可能啊 問題是要不要啊 各位知道 聘雇一個13歲的小孩有沒有犯法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 勞基法是不行的 但是15歲也可以 15歲到16歲之間呢 算是同工 我今天才去查 15歲到16歲之間算同工 16歲以上就算成 不是同工了 你就 他就可以做任何工作 好 那 所以其實比較好的時間點 我覺得是 國中畢業 讓他可以出去 那所以如果小學畢業可能有點太早 國中畢業 其實已經很早 15歲 而且過去我們通常要到 我們這一代通常要到 至少24歲 才有可能去做 就是全職的做一份工作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如果念完大學 如果念完大學 因為要當兵嘛 各位這一屆要當兵嗎 還要對不對 那可能各位的後面幾屆就開始不用當兵 還在爭議 還在爭議 可是可見的就是說 現在的小學生應該是不用當兵 照理講 現在的小學生應該是不用當兵 那 代表說他們國中畢業 他們根本不用當兵 他就真的可以投入職場 如果他想要的話 那 所以他有可能可以選擇15歲就投入職場 即使要當兵 其實那時候通常也是幾天的訓練 或一兩個月的訓練 好 那我們有看到很多很多的資訊領域的人 他們都15、6歲就出來 15、6歲就非常厲害 那如果他們15、6歲就可以訓練到那種程度 其實沒有什麼基礎學科是非要不可的 除了聽說讀寫 基本的算數 夠了 非常夠了 那各位知道其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跟我們一樣 教育模式是像這樣的 高中三年 國中三年 大學四年 不見得我們所有學 國家都這樣 那即使是這樣 很多國家他做法也不一樣 譬如說德國好了 德國他的技職教育是非常 非常著名的 那 他的技職和學術教育的分流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小學五年級 德國人小學五年級就開始分 你到底是要從事記職還是要從事要念大學的 小學五年級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他們其實是仔細考慮過 然後傳承下來 為什麼仔細考慮過 一個小學四年級的學生聽說讀寫已經都會了 加減乘除也都會 這時候他具備學習任何一種技術的能力 如果你聽說讀寫不會 你要學寫程式絕對有困難 如果你加減乘除不會 你要做很多事情會有困難 除的話可能比較沒關係 加減乘大概都要會 那 我們從國小五年級到高中都在學英素理化史 地社會 那我們到底是不是需要解連立方程式 為幾何學然後算力學為積分 懂元素周期表 我們真的要懂這些才可以來 上大學學資訊工程 或者是才可以有辦法學程式設計嗎 那一定有人會說 寫程式不是要用到英文嗎 那你如果不會英文你怎麼寫程式 對不對 但是各位學到現在應該你也很清楚吧 程式語言裡面會用到的英文詞會有多少 不多嘛 我這邊列的都差不多了 如果你可以用到的 這些只要懂26個字母然後記下來 解說它的意義 對你學習程式就不會有障礙 當然你可能要命名變數名稱會有障礙對不對 各位現在很容易就可以命名變數名稱 觉得命名完了之后 以后不太会忘记这个变数是做什么用的 还是你都没有在命名 还是你都怎么命名 还是大家都用xyzabc 那如果你用xyzabc的话 写完之后五天你再去看 你还记得那个s是什么吗 所以命名会不会影响 好像会影响 但是你是不是在csharp里面 可以写中文变数名称 可以啊 我可不可以用支援中文变数名称的软体 也可以啊 甚至各位知道我们 我们台湾学的是那个 通用拼音对不对 通用拼音 然后呢就是觉得bopomo了 所以我们打字其实不好打 因为键盘上面要有bopomo 各位知道大陆的键盘是没有bopomo的 那他们用什么打 他们用英文去拼 那个叫汉语拼音对不对 OK 他们用汉语拼音去拼 那打出来都是英文字 但是他们输入法看到一连串这个英文字 他会把它转成中文 因为那个就是他们的注音符号 那我曾经看过有些大陆人他们这样写程式 他的变数名称直接用汉语拼音拼在里面 用英文写的 直接用汉语拼音拼进去 所以他看了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问题 但是外国人一定看不懂 我们也看不懂 可不可以 可以这样做 所以并不是一定要把英文学得很好 你才有办法学会写程式的 这一点其实不是必然 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课程的衔接方式 这个方式是这样 刚刚应该给各位看过 小学五年级我们就教他乐靠机器人 和乐靠软体开发 然后呢再教他APP Inventer 这些呢基本上都不用写程式 为什么 因为他都是用拼的 用拼凑的积木的方式拼出来 这样OK了 到了六年级之后呢 教他Arduino面包板电子元件 然后教他程式设计 包含Arduino的程式设计 或者是教一个基础的程式设计 当然应该不会用11元 那个太容易出状况 或许用Python 或者是JavaScript 或者是直接就Arduino的那个语言 OK 然后呢国中一到三年级干嘛 其实任何的分科可能都没有办法掌握到像这种要培养Maker的需求 他需要的是一个不断的做不断的学的动作 所以他反而是反而是有点分流 然后呢每个人都去做他想要的 然后有人指导帮助 就像FableLab做法那样 他是一个工厂 你想做什么事情 旁边呢 你不会的时候有人可以告诉你 有人可以指导你 然后你要去学 你如果不学那也没办法 那就应该是连国中都不要念 OK 或者是回到去念书 然后直接升高中 那等到他这个分流 国中的三年分流和Maker活动做完之后 他应该这三年的时间 他就累积了一万个小时 他累积这一万个小时 他就可以变很强 如果他是有动力的话 这时候他就可以选择 要直接去就业 或者是自我学习 或者是一边就业一边自我学习 然后呢 接下来 各位知道现在 其实我们的学制里面 有一个叫自学方案 知道吗 自学方案其实已经实施了 蛮长一阵子 那是一个 爸爸是台湾人 妈妈是波兰人的家庭 不断的去争取后来 在台湾就通过了这样的方案 你可以决定在家自己学习 而且呢 学完之后你还可以去考高中上大学之类的 你也可以说我学到一半 那我现在要回学校念书了 我之前都没念 但是我现在要回学校念 可以 只要你有申请自学就可以 但是自学有一些规定你要符合的 我看到台湾现在有不少人 是采用自学方案 就我所知至少已经有两千多个家庭这样做 用自学方案来让他的小孩学习 好 那这时候他国中完 他当然也可以选择继续升学 但是他也可以选择就业 然后升学他也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那甚至呢 他就业一阵子再回来念 念了一阵子之后又再出去 应该可以容许这样子的做法 所以有多少小孩 其实他在很小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我以后要做什么职业 其实很少 所以我们应该要让他们试 你可以让他学学乐高机器人 然后学学Arduino 他觉得这个很有趣 但是后来他不想学了 那他说那我要改学做面包 OK 可以啊 你让他去学做面包 我想学煮菜 你就让他煮菜 其实在家里要煮菜很容易 那你说我要学水电 那在家里学水电 也不是真的很难 但是要有人教 这些都可以 都可以在小学就让他学的 好 那如果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不是让他去试各式各样的东西的话 最后他会变成一个乖乖听课 听老师讲课的小孩 那结果呢 会是怎么样 结果 往往我们看到的是 有一种 很大一统的想法 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学 结果每个人都要这样学的结果就是 一定有很多人 看着窗外发呆 然后听着不想听的课 过着没有目标的人生 我不希望在我的课堂里面 大家上完之后还是这样 那不见得你一定要去很努力做什么事情 但是 但是 不要 不要 或者没有目标的人生 然后去 只是 只是把时间浪费掉 或者是 因为你被迫来学校 上课 然后你又不想上 所以呢 我只好一直上网 我觉得这样子 是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其实 我从开学到现在 有没有点过名啊 我没有点过名 其实各位这一班出席率很高 非常高 我上的课很少 出席率这么高的 像 我现在上一年级的动画 对我记得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好像只有 四个还五个来上课 动画 这礼拜 好像只有四个还五个来上课 OK 那那个人工智慧 本来修的人就少 大概十几个 但是这个礼拜 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人来 因为我准时到啦 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人来 过五分钟之后 有一个人来 再过几分钟之后 就四个人 再过几分钟之后 才变成 大概七个人 好像是吧 是吗 差不多六七个人 对因为 因为那个 他有上 他有上 那 很正常 其实我的课 我几乎都没有点名 所以如果你觉得 你自己学就可以了 你直接再 告诉我一下 或者是在社团 发个讯息给我 或登记一下 那我不会点你的名 你去做 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比较好 当然其实我往往这样讲完之后呢 下个礼拜来的人就变少 但是我觉得 这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你去做的事情 是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你为什么一定要来上课呢 所以我们打算呢 我最近想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想找一些老师 像上上礼拜我去高职去听一个课 然后呢 那个公管系的吴嘉峻老师 也有去 是他告诉我的 那有一些老师 我觉得他们对这个还蛮有热忱 然后呢 像电子系的李金涛老师 或我们系上的赵雨翔老师 他们都还蛮有热忱的 我觉得可以找他们一起来 做这种事情 但是我大概不会用在各位身上 因为各位已经在这里 已经在学了 至于我们的方式好不好 各位应该可以告诉我 那我们希望说 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让下一代的小朋友 从五年级开始 他就有机会去尝试这种 尝试那种 各种尝试之后 他决定说 我确定我要学这个 然后我就往这边走 很努力的走 我希望做到这样 那当然很碰巧的 我的小孩现在刚好到了 到了四年级 所以过完这个暑假 他们就变五年级了 搞不好他们会变成 这个实验教育的第一批 学生也不一定 OK 那我们学校的老师 其实也有不少 他的小孩 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 还有 其实我 我目前比较想要的是 锁定的目标是哪里 你知道 各位知道 金宁中小学在哪 金宁中小学 宁中小 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那个大学路出去 7-11 对不对 就是往环岛北路 那个7-11 那条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消防局吗 救火车的那个 消防局的过去一点 斜对面 就是金宁中小学 OK 那我为什么锁定他呢 因为我觉得 像我的小孩 现在是在中正国小上小学 可是他之所以去中正国小 其实我们的学区 是在金宁中小学 他之所以去中正国小 是因为我老婆在那边工作 比较方便带着 处理一些事情 但是中正国小 是全金门最大的国小 他的人数最多 所以相对的 我觉得那边实施起来 比较复杂 而且中正国小 是纯粹国小 他没有国中部 那金宁中小学 刚好是一个 又有国小又有国中 而且空间很大 不像中正国小挤得要死 所以如果这个方式OK 或许 或许 我们会可以吸引一批 对这个有兴趣的 在金门的小学生 集体转学到金宁 转学到宁中小 然后开始实验这样的方式 那这种事情不是没有人做过 因为其实在大约十年前 不到十年 可能七八年前 我们学校有一个 有做过一个类似这样的事情 那也不是校方做的 是应用外语系的 范仲如老师做的 和杨慧美老师 他们做了什么事呢 各位知道吗 各位知道金门有个开宣国小 开宣国小在哪里 柏玉路 柏玉路你走到一半 快到琼林的那个地方 就在琼林的那个圆环的旁边 那边有一个像花园一样的小学 很多花 然后呢 进去之后居然是个小学 然后 我们学校其实有蛮多老师 他的小孩呢 是念那里 那里其实不是我们的学区啊 那也有 也有不少的家长 刻意把小孩呢 转学区 然后去那边念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他们那时候就跟开宣 就跟开宣的校长讲 然后就想办法把 把开宣国小弄成一个双语学校 从一年级开始就上英语课 但不见得英语课一定 一定早上就学得比较好 可是 语言本来就要早学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根据的 可是 我们的规定其实 并不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规定后来 因为发生了很多争议 所以后来有规定说 要小学三年级才可以开始上英语课 那你一年级要送他去补习是OK的 但是 学校教育要小学三年级才可以上英语课 后来的规定是这样 不过其实开宣做得很好 有时候这种规定反而是个大问题 开宣做得很好 那开宣引进了不少的外国识识 那金门为什么会有一些外国人在这边教英文 各位知道吗 因为有不少的外国识识是因为金车基金会而来的 金车就是那个麦根沙士啊 金车汽水啊 那个金车基金会 其实金车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公司 然后 然后他资助了蛮多的工艺事项 那金门的那个外籍老师其实 之前都是金车基金会帮忙找 那当然那个 应外系其实也有一些管道 那甚至在我们学校创校的早期 有一个美国西佛大德的教授叫Dr. Henning 他后来其实也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源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有可能去做这样一个东西出来 那这是我现在所想做的 所以我又弄了一个社团 我没事有个想法我就弄一个社团 没有想法有时候也弄个社团 那就是我们希望说 把这样的方式在国小开始去试行看看 那如果行得通的话 就让它变成一整套的教育模式 当然这个想法可能想得太单纯了 会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想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好 那忘记下课了 所以先 哇第二堂也快下课了 好 那就休息到三点半吧 好